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收看由一气大众奥迪A6L独家冠名播出的《遇见大咖》 新奥迪A6L与你一起探访未来创造者光环背后的故事 参与节目互动极有机会获得由一气大众奥迪提供的奥迪自行车等精美的礼品 新年一史王石又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这样的情形已经好久不见了 这几年他毛鱼四处的游学 偶尔冒出的新闻不是在赛艇就是在做红烧肉 给人的感觉他好像正在渐渐地从商场中淡出 开始准备自己安逸的晚年生活 但是商场如江湖 你忘了他 他还记得你 尤其是资本市场更是血雨腥风容不得半点安逸 除非你真的放下 王石显然没有 面对突如其来的强势收购 他并不准备束手就擒 而是提刀直面 为万科而战 在他看来 这也是为荣誉而战 硝烟至今还没有散去 但是已经足以让我们复盘重新的梳理这一场战役 这之前的种种争斗以及走到这一步的启程转合 好在王石有着一切户外运动爱好者共同的特征 坦率 干脆 不惧挑战 他说自己从来没有准备放弃万科 《遇见大咖》由焚酒中国酒魂独家特别呈现 王石我们已经跟拍了半年多 这是宝万之争后我们的首次拍摄 此时距离宝万之争进入公众视野 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 王石仍处于舆论的漩涡之中 不过和以往的任何一次拍摄一样 王石仍然坚持每天早起划四到五公里赛艇 一个半小时左右 风雨无足 2015年10月底 宝能系已经占有了万科15%以上的股权 而王石和其他股东们却似乎并没有把此事放在线上 董事会上波澜不新 那我们现在开始组织会议 大家伤问好 百岁市从以季度立会的项目来讲 这条例行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有三项建案 仅仅一个多月之后 宝能系持股比例超过24% 一跃成为万科第一大股东 12月17日 王石发表声明表示不欢迎宝能系控股万科 并于12月18日申请万科股票停牌 至此 宝万之争进入了悬而未竭的阶段 目前公众最关注的是 一旦宝能系控股万科 王石会不会离开 出乎意料吗 没有出乎意料 因为本来它不是很突然发生的 这个事件它是一个持续的 只不过持续到某一个阶段来讲 在外界突然感到的事件爆发出来 但整个最 因为你作为一个万科的管理者董事长 你对于股前的变化 某些股东突然的增加的股份 一直是在沟通的 一直在表明的态度来讲 只不过是把这个态度 突然成为一个事件给爆发出来 我觉得那个王总应该不担心 他担心当然是担心 但是刚才是不一样的 宝能他又不能换你 你担心什么呢 我们这个就不好去讨论 这已经到了不好去讨论 关于坊间传言的 一旦宝能系取得控股权 王石将会从万科出走的消息 王石一直避而不谈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于1984年成立 是全国最大的房地产企业之一 王石是创始人 也是现在的董事局主席 虽然宝能系掌门人姚振华明确表示 一旦入主万科 仍会拥护王石的董事长地位 但王石仍然毫不客气地表示 不欢迎宝能系入主万科 并声称这是因为宝能系的信用不够 这一表态让宝万之争迅速升级为全民关注的热点 赛艇训练完 王石还要赶飞机去广州 来不及吃饭 就带了一些烙饼在路上吃 因为我捍卫的不是说我一定要在乡 我捍卫的不是捍卫董事长 我捍卫的是我这么三十年行中的文化 这个文化 它就是钱的 什么叫文化 一个企业品牌叫什么文化 你可可可乐 你什么都没有了 你知道是可可乐的品牌 你就可以带到款 你就可以建工厂 你卖就有人喝 道理一样 那是不是一样 你怕什么呢 对 评论认为 此次万科之所以面临危机 根源上在于万科的股权过于分散 没有一支独大的控股股东 王石虽然是万科创始人 但是他本人在万科的股份只不到2% 这是因为1988年万科股份化改造 4100万资产做股份 40%归个人 60%归政府 而王石主动放弃了 自己个人拥有的股权 我到深圳创业之前呢 我当过兵 做过工人 做过技术员 做过机关干部 来的时候就32岁 是享有一番作为 才跑到深圳来的 万科 我是创建者 但是呢 完全不把万科 处于是我的 我把万科 看成是个作品 这个作品呢 我只是其中的一员 对于当初放弃股权的这一决定 王石此前在媒体上表示不后悔 那么在万科面临此次危机之后 他又怎么看待当初的选择呢 我觉得放弃就是有点清高 然后你的管理层也跟着都放弃了 那我就放弃了 我觉得为什么不可以有呢 因为它是名字言顺的呀 我有野心 我想做一番事业 那我觉得想名利双收 那是比较难的 说在名和利方面 你只能举一头 然后现在你也看到我 刚才我比较浮躁 我喜欢出风头 我喜欢出名啊 这我已经很遭了很多遭人恨了 很多人就王石 所以很多人讲 你出点什么事 你可能心在落后 活该 谁让你想出名的 谁让你这么出名的 那如果你在富有 那人不是为了别人活着的 好不好本来 你叫出名 你已经是为别人活着了 因为出名 你给谁出名 要在别人面出名 就有一个比较 就是名对我更重要 就是名声 就是利 那不是不重要 你比如像现在 我这样的是 尤其很多照片 你看到 你怎么看得像个民工啊 那我生活追求呢 是 对这种不是太讲究 比较容易得到 第二来讲呢 是自信 什么叫自信呢 所谓企业家来讲 很多时候 为什么说他一定要要 控股权呢 就是我控股权 我才有权利来管理他呀 我才有资格呀 对呀 对我来讲 我说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 我凭我的能力吧 就等于我 我就职业总经理 职业董事长 那有什么不好的 就不是因为你有钱 你控制着股票 控制股票 而是我现在的 难有人能够到 不是 那我现在不是就这样吗 那你当时要是 不放弃股权 岂不是对今天的 那我觉得又怎么样呢 那就不刺激啊 那现在恰好 这不才很刺激吗 这很多人 我就做给大家看看 我非常一定说 我当时有股份 我现在就怎么样怎么样了 那恰好相反 我正是因为这一次 一笑对万科 是非常非常正能量的 一个刺激 遇见大咖 由粉酒中国酒魂 独家特别呈现 近几年来 王石大部分的时间 都在国外 深圳的家并不常住 连家里的猫 跟它都不那么亲近 王石邀请我们 去他家里参观 他的客厅里 到处都是书 还摆放着他从世界各地 带回来的石头 石头上面 都被他做了标记 在家的王石 也很爱运动 侧工仪被称为 路上赛艇运动 王石是一天都不会落下 据说再忙再累 都要完成 王石的家里 另一个亮点 就是他装修了一面攀岩墙 用来练习平和能力 你看这两个墙 时间的差别很大 你看有什么差别 是不是这个 这个倾斜度会更加的 好像往后仰啊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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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 对了 你看整个的这种 全是负责 对对对 它就能让你这样 倒着 让你倒着 所以它毕竟更多的 这些墙 它能这样 挂在这边 所以你要出去 也不知道 出难题 就是你爬这 就等于 过来这儿 这如意多了 过三遍 对对 你看击喝这个汗 往往夹了 在他家门前的那片海湾 海边的礁石 也是他练习攀岩的场所 因为这个过程 就是找着力点 您最喜欢的职业是什么 呀很多 只能回答一个吗 1999年 王石就辞去了 万科总经理的职位 很少过问万科的具体事务 之后 他就开始了各种冒险 和刺激的运动 他开滑翔机 飞滑翔伞 两次登顶出风 其中几次遇到生命危险 马上就到警方了 方总 之前您的教练 刚刚出了个安全事故 这对您的划枪有个影响 真的没有了 判到九千英尺 整个天都没阳光了 没气流了 王石无疑具有强大的冒险精神 然而在冒险的同时 他又具有超级的理性和自律精神 当年在登顶出风的过程中 为了保持体力 即使有再美丽的风景 他都坚持留在帐篷里休息 他还说 坐飞机时 他永远只坐在过道旁边 为的是方便逃生 这个有矛盾吗 你觉得 它应该恰恰相反吧 人生本身就是贪险 就是在这种危险当中 你把你自己把握到 是最大的安全 但是你说 那你不登珠峰 那么风险更小 我这人生活的还有意思吗 你怕风险 而什么事都不做了 你活的还有意义吗 就等于归随寿 五百年让你选择 我当然选人生 我就是还有一年 我也选人生 那五百年对我有什么意思 有一种说法认为 一个优秀的企业家 必须同时具备 发达的左脑和右脑 左脑控制理性 轻于计算 逻辑缜密 右脑控制感性 喜欢创新 敢于冒险 王氏恰恰是同时具备 极端的感性与理性 您觉得你是感性多 还是理性多 你觉得我是感性多 是理性多呢 感性肯定时常都有 我觉得 理性呢 又占了大部分 它实际上还是和 和年龄有关系吧 是理性也好 是感性也好 做一个人生 就我觉得是 最恐惧的是什么呢 最恐惧的不是死亡 最恐惧的是 活的时候 你已经是 没有好奇心 你已经没有什么觉得 你需要去挑战 那个草莓就更好 就这样 一顿早餐 我们背后的这面呢 是哈佛的主校区 你看到呢 那里有大法 从2011年开始 王氏开始了游学之路 先后在美国哈佛 和英国剑桥大学读书 去年 他还被剑桥大学 授予院士称号 对于王氏来说 游学是一个 比登珠峰更大的挑战 从几乎一个英语单词 都不会说 到现在已经 可以用英语自如地交流 其中经历的种种艰辛 只有他自己能够停留 我记得很清楚 2010年 我跟王健 就是华大基因的董事长 一块登上珠峰 在之前 他在这一些场合 都表现很佩服我 学习我 那珠峰下来之后 那一次记者就问他 也主持人这样问他 说 就是 你为什么佩服王氏 没想到的 这时候的王健 就愣了一下 就说 王总是著名企业家 我也挺著名 王氏登上珠峰 我也登上珠峰了 我是科学家吗 他是吗 你听你很不爽吗 听你以后心里 没有 没有不爽 他说的是10年的事 10年七八月的事 那我11年1月份 我叫他哈佛去了 那你说这是巧合呢 还有什么原因呢 两个月前 我授予这个彭普鲁科的 建桥大学彭普鲁科学院的院士 我把他请去了 你说我有没有 我要找平衡啊 我把他请去了 我喜欢体育 我喜欢冒险 到了哈佛之后呢 基本都都停着 因为时间 登山 滑雪 飞散 飞滑翔机 都放弃了 但除了这个赛典 这赛典不但没放弃 而且增加这个平衡 他设立了第一个 2014年 王氏当选为亚洲赛典联合会主席 这是他目前最乐于提及的头衔 为了推广赛典运动 2015年 他不仅在万科的17个分公司 成立了赛典队 还在全国十多个城市 以及亚洲范围内的十所大学 通过演讲和举办联谊比赛的方式 推广赛典运动 我也一直到现在 还欲罢不能 越来越爱 那么就是我同时现在 你现在说清楚 越来越爱谁 你和赛典 爱赛典 主要是想表达爱您 比较寒险 原来还停留在 个人一行主义 从邓珠峰 到滑翔机 滑雪 帆船 还都属于个人阴险主义 但是华赛典刚才讲了 我是配合他们出去 而且这八人艇是最高境界 是觉得集体主义比个人阴险主义 没有 不是说你不可以阴险主义 还可以去个阴险主义 它是个运动决定的阴险主义 不是说我不喜欢阴险主义 但是你的时间 你的精力有限 你只能选其 你不可能同时进行 如果你太贪婪的话 你脸上都做不好 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争强好胜 可以说是王石的一大特点 在中国地产界 他被称为教父 在户外运动领域 他登上过世界最高峰 在求知的路上 他孜孜不倦 被世界最高学府授予 院士称号 甚至在个人情感上 他也成为众人眼中的大赢家 用一碗红烧肉 就俘获了美女的芳心 在宝万之争以前 王石的这些经历 往往被人们以赞赏 和钦佩的眼光来看待 而当宝万之争浮出水面 王石面临出局危险的时候 这些种种又被人们批评为 游山玩水得了美人丢了江山 当然也会有人说 你又在游山玩水 会对这个疏于管理 所以才造成经历 你对这个说法呢 我们是这样 万科是我的经营理念 万科本人我们讲就是 制度 透明 团队 我希望大家一定非常注意到 我们说的这个团队 什么团队 就一个企业管理成功不成功 因为我们发现 对万科的这样的入侵 实际上更多的 你听到他有没有一点指责 说万科经营的业绩不好 从来没有过 对不对 这个哥们输意管理 或者输意这个变革 他的管理得很好 增增的很好 一年比一年还好 说我就用震耳经历 这是水平啊 你就说我游山玩水也好 什么也好 你说你偶心立血 心脏病发作 这个信心管三个 什么这个搭桥支架 血做的不怎么样 那你说我天天游山玩水 血做的很好 2015年 在房地产业结束黄金时代 开始走向白银时代的背景下 万科依然创下了娇人的战绩 销售金额达到2614.7亿元 同比增长21.54% 你凭借他企业的表现怎么样 你不要凭借他董事长表现怎么样 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 你天天在这里 你就解决这个问题吗 因为你股钱是分散的 你股钱是分散的 就第一大股东是华润 这么年我们关系处理非常非常好 这他的15% 我们也觉得少了点 那我让他增加 他就增加了吗 那是大型公有企业管理 他们有大型公有企业管理一套 一套系统的 从他们角度可能这样来认为 这样是很合适的 所以只要是这样一个状况 我们是无能为力的 我就不好意思吃吧 先吃吧 先吃吧 好像跟上起来有点不像不像 有什么有什么区别吗 瘦了一点 瘦了点 黑了一点 这个 皱纹多了一点 对 你说的是对了 头发还白了一点 还说的太对了 他这样 没有瘦 没有瘦 但你又说觉得我瘦了呢 也没有错 不是吗 因为我现在就说 我的眼睛出毛病了 没有 你眼睛也没出毛病 我现在这个运动啊 这个运动是脂肪转肌肉 脂肪转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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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现在这个运动 就是那个华赛铁 我今天上台还是在这个 成江 近几年 王氏几乎每一年都要去探访厨事件 以前只是自己和随身的几个人 这两年都是带着很多 慕名前来的企业家和文化界人士 我对丑老师很敬佩了 但绝对不是把他当了一个神的 这样去看的 因为是人生到了低谷 那73岁的老人 再重新创业 而且做得非常非常成功 要证明 他做得完全是人生 完全可以另外一种活法的 这个让我是谈感慨了 这个好像好看一点 伙伴呢 男人都不要 在巴黎呢 对 在拍片子的 看他还没有 他肯定可以下来的 当然 你不让他来 没有 肯定是 男子还大干负 你不可能 一拍桌子 没有 就这样说吧 对 在家里啊 他管你 你开桌子 我没有像储厂长那么好管 此前有传言说 如果宝能系真的控股万科 王室很可能会效仿处事件 在65岁的年龄再次创业 再造一个新的万科 但在采访中 王室给我们的感觉是 这是一个不会实现的假设 应该说这次事件之后 会一下子把万科激发起来的 就原来万科 我只能这样简单来说 万科 第四个十年 我们广 这个第四个年规划 和委托麦根西呢 做了一年半的规划 因为说经过这样的一次 这次的一个 这次的事件来讲呢 这个计划会大大提前 在未来 就是原来计划的十年 会提前五年完成 你让我说的就是这个 所以你们很多担心来讲 我说那怎么会 你们担心什么呢 12月4日 万科建筑研究中心 对外发布了名为 悟空一号的 首款万科机器人 寓意为大圣归来 借助火眼金睛 为社区和公共场所 提供全天候的安全保障 王室透露 未来万科30%的员工 将会被机器人所替代 关于万科 王室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欢迎收看 由一期大众奥迪A6 独家冠名播出的 预见大咖 新奥迪A6L与您一起探访 未来创造者 光环背后的故事 很多人都有共同的感受 王室游学以后 变得更像一个真正的学者了 更像是一个哲学家 和历史学家 我们跟踪采访他 长达半年 每到一处 他都能够随口地说出 关于这个地方的 历史文化渊源 他也很愿意 长篇大论地 分享各种理论 他的办公室 几乎就是一个小型的图书馆 除了赛挺 他多数时间都在看书和学习 行万里路 破万卷书 对他来说不是一种追求 而是生活本身 每每听他像步道一样 讲哲学 讲历史 我都会恍惚地以为 他正在从入世的商人 变成出世的旁观者 但是我错了 直到这次股权之争 我才发现 他无论行多少路 读多少书 那个最支撑他的力量 永远叫万科 好 感谢收看 今天的预见大咖 下期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粉酒 中国酒魂 提示您下期更精彩 我们平台过去的传材 是一定的应该 因为它又占你90%以上 是一个东西 我来要传就说 也许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